中心网12月24日电,近日由新浪微博主办的2018年V影响力峰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动漫领域作为新浪微博的头部领域,于12月23日上午10点举行分论坛,领域内数十位超头部用户与机构,围绕动漫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展开讨论,进行行业深耕共谋发展。 新浪微博数据中心的资深分析师,浮成峰新浪微博数据中心的资深分析师浮成峰手,先公布了大家最关心的内容,微博动漫领域白皮书。 这是动漫行业最重要,最直观的年度数据之一。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微博泛动漫兴趣用户达到2.48亿。 核心动漫用户达到3126万头部KOL账号规模,达3.4万覆盖粉丝规模3.5亿以上。 年度新增动漫话题3.6万个话题,考论增量1.1亿次话题阅读增量高达1034亿。 同时,从用户阅读的内容类别来看国产漫画人气,最高将近70%,在微博上阅读过国产动漫的用户,更是达到了90%。 是对整个行业来说,这些数据是让人极为振奋的随后微博动漫COO孙斌先生,发表了《动漫如何影响年轻用户》的主题演讲,展示了微博动漫APP,短短一年冲到行业第三位的惊人成绩之后。 孙斌又从形象对粉丝的影响,作品对流量的影响,内容对消费的影响三个方面出发, 说明了动漫如何全方面,多角度地,对当代年轻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还向在场嘉宾透露了微博动漫洞察趋势,善用趋势,制造趋势的成功秘诀。 微博动漫COO孙斌微博动漫APP的快速成长和微博提供的大数据支持力不可分。 不同于一年一度的对外公布频率微博动漫,总能及时拿到微博平台的第一手独家资料。 从而可以精准洞察用户的行为,偏好第一时间做出有效调整。 孟之城董事长兼CEO,经典动漫形象阿丽之夫House也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发表演讲。 他谈到了动漫对年轻人的影响力是广泛的,是沉浸式的, 可以作为一种传承,代代延续所以要像微博动漫一样,把握趋势动向。 出出年轻人所喜好,所需要的动漫作品,才能稳扎稳打越走越远。 一项重磅合作,也在本次峰会上,首度公布微博动漫, 将携手阿里鱼启动却桥计划,开创动漫经济的全新模式, 实现动漫内容生态和产业链生态的完美结合。 却桥计划是两大品牌对战略合作伙伴的精准选择。 未来双方将在内容电商和IP衍生品开发等领域, 探索更多的合作可能性付。 亚洲动漫网获奖名单, 微博2018时代影响力动漫大V at我是肥志at郭斯特at左手函 at赵蒲宁at重工组长于艳书at使徒子at阿杰729at丁一陈帝 YC at Ali at山耀方微博2018大影响力动漫机构 北京十二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天津月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 不那么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东爱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次元文化创意有 现公司2018最具期待动画奖写 大于海棠二 头条都是他2018最具影响力漫画家 权营生于艳书赵蒲宁百查三 老爷2018时代优秀新作独居少女 万能的外卖小哥哥 春江花月 逍遥法外戏经宿舍画皮诗 确认过眼神 我就是这么优秀的人 花飞花十八不屑 梦见2018年时代 最受欢迎热门爱辟水晶鞋 三老爷鬼世会 杜岭 Garden 19天 快把我哥带走 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南烟斋比鲁飞人灾西行记 蝉女2018最受欢迎卡通形象 罗罗布普尔兔 破如比江小鱼